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例題二 例題二我們看這個題目 題目說如圖形這個abcd是一個不等式 第一個題目它說請你自行解除這個不等式 這個圖形裡面的不等式的連例不等式 然後再來它說如果我們要找的那個目標函數 就是想要找這個線 這個函數部分等於 x 加 y 加 1 它要領求說在這個範圍裡面 x 會等去什麼時候它的 x 加 y 加 1 會最大 那第一條題的話應該不難 為什麼你可以把題目的圖大概稍微連結一下答案就出來了 好首先你看這個條線 這樣其實是什麼東西 這條線其實就是 y 軸 那 y 軸的那個方程不等式怎麼寫 應該是 x 大於等於 0 對不對因為這條線其實是 x 等於 0 因為它在右邊所以應該是 x 大於等於 0 再來看這條線 這條線的話也不難應該是 y 大於等於 0 這樣子 會啦 那這題目對你很好的是因為這條線它也給你的 就是這條線就是這邊 2 x 加 y 減 4 等於 0 所以它在右上方 所以我找這個結果應該是 2 x 加 y 減 4 應該是大於等於 0 因為它是死線的部分 好那這條線的話呢 在這邊 那因為它在左下方 所以應該是 4 x 加 3 y 減 24 小於等於 0 這樣子 好所以第一小題答案應該就出來了 第一小題 總共有四個 這四個 1 2 3 4 分別是 x 大於等於 0 y 大於等於 0 還有 4 x 加 3 y 減 24 小於等於 0 以及這一個 2 x 加 y 減 4 大於等於 0 好這第一小題 這個應該不難 那麼第二小題的話呢 它說 請問你這個圖裡面的話 這個範圍裡面的話 誰帶進去這個函數 這個標準函數裡面 好就是 x 加 y 加 1 這邊 誰要去打 那我講過了嗎 考試如果不會的話 你就把這四個點 因為這圖裡面 四個點 可以的 OK 那我坦白說 以這個題目來講的話 因為 x 加 y 加 1 其實這個數字單據不是那麼難 好 所以我們就把 abc 再帶一下吧 好 那我們看第二小題就很簡單了 好我們就把 a 點的部分 a 在哪裡 a 在這邊 20 好你把 20 代入 好 20 代入哪裡 代入這個標準的 那個目標的函數 a 加 y OK 好就帶進去 好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就變成了 2 加 0 加 1 所以答案就是 3 好 那麼以詞再推 那個 b 呢 60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想出來 f of 60 是多少 好 f 60 的話是怎麼算的 就是這裡 6 加 0 加 1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就是 7 OK 好以詞再推 這個找出來 這找出來 08 f of 0 8 是多少 一樣的狀況 0 加 8 加 1 所以是多少 9 還有追個 04 好也是一樣 就帶進去 x 加 y 加 1 那就是 0 4 0 加 4 加 1 所以就 5 好比對一下 馬上答案出來了 最大是誰 9最小呢 3 OK 好所以答案出來 最大值 9 然後最小值呢 3 那當然 你應該寫漂亮點 應該是說 所以這個 f of x y 最大值 最大值是他 好最小值是3 這樣比較好一點 這樣回來齁 OK 1 0 3 2 1 1 2 2 2 1 2 1 2 2 2 3 2 3 1 2 3